将军 委托人送你的锦细 先收起来吧 今天义达集团的法务代理竞标 咱们必须拿下 江十七 你就穿这身去竞标 根本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 让律所把义达集团的竞标机会给了你 王律 在你对我穿着直手画脚前 你的官司胜率 先超过我再说 走 怎么了 糟了 胃不舒服 看起来没验了 你先走吧 不行 得送你去医院走 哎呀 还有半个小时标书送不到看你怎么办 立总你明天要出席公司竞标会好 我知道了 师傅快走 小姐我这车不是 师傅 我不管您是刚买的车还是刚洗的车 我愿意加钱 您收多少都行麻烦了 五分钟到 您就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啊 您严重了哈姨您快去照顾可可吧 啊快去吧 师傅一会给你五线好评 谢谢你 你朋友没事就好 接个电话 喂 我是你刚才叫车的司机员 我要等十多分钟了啊 那我上桌车了 送标书来不及了 百分率所将十七 哎 我的妈呀 你怎么太辣 你吓我一跳 我来抓你相亲 哎呦妈 我现在只想升职加薪 每天熬夜都半夜 我是真没经历听您催婚 傻骗我 你皮肤好的一点不像熬夜的 我看你是不想结婚 才说自己忙 女儿的脸这么细腻紧致 不像是要被您催婚的年纪吧 那你也不能 妈 我不是不想结婚 这些就是我对老公的要求 很简单 只要满足上面的要求 我立刻马上原地结婚 108条 你这辈子都结不了婚呢 爱情是要靠缘分的 看到这个发光的小狐狸了吗 她能给我的新年爱情带来好运 明天呢 我要去竞标 营就按照这个标准掌 我们各司其职 祝你成功 加油 哟 这帮我们立所的花瓶吗 据我所知 这一次的竞标应该是我负责 当然是来看你失败的 律师这种高强度的工作 是我们男人的天下 你不觉得你一个女人站在这儿 还穿一身粉 很特务吗 作为一名律师 你能说出这么没水准的话 你的下线 简直超乎我的想象 李总 下面有请江律师上台宣讲方案 我讲完了 谢谢大家 方案做的好有什么用 商界里的男性思维 你还得跟我学 我看 是你该学习 如何承认女性的优秀 是你啊 你没事吧 不好意思啊 上次把你当成我打车的司机了 这一千洗车费 你一定得收着 不用 我还得感谢你 给了我建议永文的机会 洗车费 还以为你攀附上什么大人物了呢 感情就是个破司机啊 别以为你方案做的好就了不起 你不知道其他人都做了什么准备 李总 这些金雕跟明酒 都是金雕律所给您送的礼物 你看这怎么处理啊 总裁让我来统计一下送礼名单 你们都有谁送礼了 我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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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就你没送礼 女人就是不懂人情事故 那么既然如此 本次义达集团的法务代理 中标的是 百方集团的江律师 平行吧 立总说了 名单上面所有送礼的律师以后永不合作 比起关系 我们就看重能力 潜规则不会就是你说的男性思维吧 我想我应该永远都选 江十七 你给我等着 恭喜你啊 赢得了金雕 谢谢 没想到这个义达集团的总裁 人还挺好的 关键是你的方案优秀 我想他只是提供了一个公平的金雕环境 听你说话的口气 你对这位总裁还挺了解的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女儿啊 按你的要求 我找了一圈 又长得帅 还温柔绅士 根本找不到这样的男人 我想 我应该找到了 小狐狸果然会给新年爱情带来好运 我们结婚吧 老公 没有乘客的时候 也要把暖气打开 别舍不得那点油钱 老婆给你九五加满 谢谢全世界最贴心 你乘客到了 我先走了 总裁 您身价千亿 需要安排律师给你准备婚前财产行义吗 首先 我老婆就是律师 其次 从我喜欢她的那刻起 我的所有财产都是她 江世青 听说你找了个穷司机结婚 像你这种花皮早该找个男人嫁了 赶紧辞职回家伤孩子吧 我是金台律师 而你越越定 是不是应该你去交理直信呢 你别忘了 我们补的案子都是由我来分配你 你得罪我 我让你一个案子都接不了 哎 你们这是律所吗 我要打官 阿姨 送外卖的 你不会还想让我给你打官司吗 我的律师费可贵了 说要请你了吗 少得再自作作情 你别带情 阿姨 您想要打什么类型的官司呀 啊 我要离婚 一大把年纪 放着好日子不过呢 你这个年轻人啊 价值观有问题 那结婚是为了幸福 离婚也是 您说的对 钱的事啊 您不用担心 实在不行 我免费给您打 女人啊 真是城市不足啊 别打理她 这样阿姨 我这两天呢 先准备一下过往离婚的资料 然后您过几天再来 有你啊 我就放心了 不是这样的 妈 您离婚官司的律师找到了吗 刚找到 名字怎么穿成这样 隐藏身份才会有精神 刚接到通知 有个大离婚官司的大客户 身价百亿的神秘富豪 神秘富豪 对 不过 今天下午就要宣讲方案了 时间这么紧 到哪儿去找方案 这是我整理的律所 过往离婚官司方案 您先看看 这不就是我方案的吗 你干嘛 这是姜律师给我准备的 你也配 你离了婚是要过普日子的 人家神秘富豪离了婚的可就是民宿其实的钻石王老五 代理费有千万哟 搞了半天 你是想用姜律师的方案拿下那个神秘富豪啊 方案也分水饺 我能拿到完全是靠我自己 你看看你一天到晚穿这么花里屁上的神秘富豪会质疑你的专业度啊 少看不起人 我自己方案 我自己想 要不我明天还是换一个黑色的套装吧 这样看上去会不会更有气场一点啊 强大不代表放弃女性特质 喜欢粉色也不意味着你柔弱 送给你 我看你桌上有这个 我觉得你可能会喜欢 谢谢阿姨 您说的没错 我这时候我不会被任何的看见 江世新 还穿这么粉呢 一会儿在座行李箱出洋下 特别粗哟 别搁着上窜下跳呢 跟个跳梁小丑一样 你故意的吧 跟我抢方案 你没资格 没资格的是你 你帅败人 你不会就那副吧 哎呀 我一眼就看出来 您不是一般人 之前都是我在故意给年轻人机会 这个律所里边 我是最资深的律师 您的案子交给我来处理 大可放心 车撞树上 你知道管 大只去留嘴里 你响起来甩了 江律师说的对 现在跪舔啊 满了 双鸭 像你这种 对女性充满天见的 也不配做律师 江律师啊 以后我们集团的法务 全部交给你 每年的律师费 三千万 那 那我要发了呀 我 儿子啊 妈认识一个特别好的女孩 把她介绍给你当女朋友吧 妈 我都结婚了 哎呀 可惜了 那我只能把她介绍给别人了 随便吧 我先去忙了 嗯 阿姨您还没走呢 哎 江律师啊 阿姨给你组个局 你快看啊 腰发连体育生 滚血帅哥 连下买狗 应有俊鸟 我也要体验复活的快乐吧 是啊 哎快走快走 总裁 那好像是夫人吗 啊 妈 停车 别跟我老婆介绍男朋友啊 今天不要跟我老婆打完 其实我是个总裁 我跟你说 吃自助餐是有窍门的 首先呢 要先吃点山楂开胃 老婆 其实你不用给我省钱 我是 小王 不用你结婚了是吧 这就是你老婆吧 回头啊 我送一条汤汤汤 当西湖这里 你客气 我先过去了 你不就是一个开滴滴的吗 怎么会有这么有钱的朋友 我不装了 其实我是一大集团的总裁 怎么了 你也想要 他就给你买一趟 他喝多了 你也喝多了 能够吃完饭就带他去消费 让他知道我的实力 世青 我带你买包去 没事吧 你不贴爱吗 是 一个包 三十都罢不了 没关系 我跟你说 我能够 运通白副厂 他已经好吗 你知道这个 当然了 因为 我也有 拼习 二十块钱十整 专门用来 胡人 哈哈 哈哈 你 瞎了眼了 表姐 别跟我在这攀亲戚 你弄脏了 我新买的LV包包 赔钱 十万 十万 你抢钱 算了 这只百打斐力 拿去 够你十个包 这要可以 你拿个假 我忽悠他 这傻呢 这真荒 要四百三十万 不是老公消费得急吗 直接转账吧 快点 你放开 你这个高仿包 九十九块钱 你居然敢问我要十万 敲诈 勒索 对 三年起步 那算了 就用你这块表底账 我这可是真负 是 你还嘴硬是吧 那咱们摔帮家庭见个面吧 我倒要看看 你住的是什么样的好家 嗨 那一言为定啊 你一定得来啊 你一定啊 太好了 回家 不是 我跟你说 要是你撒的话 为表姐识破的话 我会被她笑话一辈子的 走 人鲜水也用完了 我也完了 有没有可能 旅温花明呢 但是 明天要去你的豪宅 爱 见你的豪门亲戚 来吧 你放心 老公不会给你留脸的 而且这粉色 能给我们带来好运 一东 二叔 师姐 我二叔 丽氏北区总经理 我三姑 丽氏酒店 全归大馆 我 我一上马 租的这豪宅 还过那么多曲宴当亲戚 在花多少钱 真是我亲戚 这么入心 那我也不如掉脸子 哎呀 二叔三姑 来 里边请里边请 到自己家 别客气啊 张世纪 这房子是你老公的 啊 不得意 我可看过啊 比这更大的豪宅呢 啊 那你不做豪宅 是因为不喜欢吗 哈哈 你看我表姐那脸 被我气得 轻一下 嘴一下 哈哈 太精彩了 啊 二哥 我飞了十几个小时回家 这是我儿媳妇 很漂亮 爸 您一路辛苦了 立东 您去给爸拿点吃的喝的 哎 立东 你多少钱一碗上啊 我这身份还要跟他要钱 那也太不像花了吧 哎 打工人要钱 天经地 博 我还会说英文 哎呀 这些花的太值了 回头我接上你去那个什么 红电影 是从 原来是花钱找的群演 我就说嘛 看我怎么拆穿你 老婆 老公 来得正好 有好戏看 大家都听好了 江石七的总裁老公 是假的 你凭什么这么说 那你敢对天发誓吗 我有 石七 我要告诉你一个 红一男夫妻的戏 一台夫妻总裁 怎么回事 董事长 这是在什么地方啊 我没做梦吧 老公 他们就是一帮穷鬼群演 你帮他们下他什么戏呢 既然你知道我是谁 那你应该知道 我会怎么惩罚 例如我老婆 有眼如猪 别因为他影响咱们的合作 赶紧走 你真是一个总裁 我知道你喜欢粉色 所以给你准备了粉色的钻石 粉色的皇冠 还有这 粉色的小狐狸 对不起啊 我之前骗了你 但是我对你的感情 都是真正的 生气了 你要是接不住我的话 我才会真的生气 你是我二零二次 冷却泰然的好运人 你是我二番 你是我苏 一大半 二十百元 十百元 对不起